日漢節 08 年到現在已經是第八次了 首先 想請易牧師為我們禮拜祭祖道 我是代表華人教會 感謝吳醫師和華美協會 各位禮師和異工 他们都是出钱出力 办这个一年一度的重阳敬老别 所以呢 我们这些老人 能够关喜快乐的同居一堂 那我们一起鼓掌 感谢他们好不好 好 那么欢迎大家 来到这个教会的房子所 哪一位还没有就坐的 请找个空位坐下来 那么我要特别向各位 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各位长辈呢 可以来介绍一下 这个印城华人教会有40年的历史 40年来 很多父母带小孩 来到这里 得到耶稣的祝福 那么教会呢 也送出了很多年轻人 那么教会为老苦当中 但的人开门 向疲倦忧伤 迷失在罪恶中的人 招手 因为耶稣说 人子来 是要寻找 拯救 失散的人 所以呢 教会里面 像我这样的罪人呢 是很多的 那么如果各位 看到教会里面 有人说自己是好人 其他的人都不怎么样 那你就知道呢 他是 还没有认识上帝 用主耶稣的话来说 他还需要重生 得救 目前呢 这个教会是几百个 重生得救的罪人 的一个心灵的家 我们在这里呢 敬拜上帝 彼此服事 一同掌尽 那么在应成这样 来传这个悔改 赦罪的福音 另外我们也到海外去传 也到国内去传 我们的决论呢 就是让人人都知道 耶稣基督 他是替人类受死 又复活的救命 现在还在天上 预备一个更好的家园 给我们 那么他很快要再来 那么人人都应该知道 耶稣是创造物质 生命的神 也是整个宇宙的神 有一天 信他 不信他的人都要面对他 犹太人 美国人 中国人都要面对他 小孩 成年人 还有我们老年人 都要面对他 国人和死人 都要面对他的审判 那么 唯有福音呢 是神的大能够 要求一切相信的 因此呢 认识他 信靠他 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 好 我就说到这里 那么顺便报告一下 就是下个礼拜六 点赞